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旅行中 让我们一起感受汉字之美 我是威加德 我来自意大利 我热爱中华文化 对我来说 在这个充满汉字的宝道上 到处都是惊奇 请跟着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汉字的魅力 今天的国民汉字须知 我们来到了彰化 说到彰化 它可说是台湾的粮仓哦 怎么说呢 因为彰化线可是全台道米栽重面积 与产量的双冠王 而今天来参观的观光工厂 除了是台湾第一间 以米为主题的观光工厂之外 更是获奖无数哦 几年来已经接待超过上百万的客人 这是什么 我看到它在加热 要爆了吗 大家好 我是孟庆儿孟孟 大家好 我是威加德 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很隆重的仪式 请大家把耳朵握起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我们一起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黄小姐 刚刚那个是怎么一回事 看起来这就是我们呢 让客人体验我们古早味 泡泥汤的震撼 而且啊 刚刚泡沉之后 整个房间是瞬间充满了米香味 好浓郁哦 要不要来吃吃看 我们刚爆出来的米香呢 要 真的得起这句话了 来 一起 来 热骨骨骨 最传统的爆米香 好帅哦 而且那个米啊 因为米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会越嚼越香 没错 还越嚼越甜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稻米发展而来的 除草味零食 是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重点 就是稻米发展出来 那稻跟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 它们的用法是不是一样的 稻米这两个字呢 好像应该是同意 对 但不知道会不会是 拖了谁的稻子 就变成了 没错的了 就是这样 对 它拖了壳一层又一层的拖掉 就变成了白米 对 我们在这两个字的差异在这里 看来我们黄小姐其实是达人 但是还有一个字 它是鼓 黄小姐你知道它跟稻米有什么差别吗 稻米跟鼓 它就是米包在汤汤的里面 这样子听起来又好像稻子啊 而这三个字呢 感觉傻傻分不清楚 没关系 苏老师赶快跟我们解答 一横一束有玄机 一字一句说古今 国民汉字须知 带你一起学汉字 学好字 我是丁静怡 首先要欢迎的是 每个礼拜带我们认识很多汉字 才不会写错字的国学专家 苏建州苏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呢 来了一位来宾 他跟彰化非常的熟悉 让他自己来介绍一下 我们欢迎曾志豪 哈啰 姿志豪好 老师好 姿志豪好 嗨 志豪又回到我们节目了 对不对 对 而且今天找你来聊彰化是因为 本身就算是半个彰化人 怎么说 因为我奶奶是彰化田中的 田中 对 田中那边的 所以对彰化还是蛮熟悉的啦 偶尔会经过之类的 可是我知道 这个稻米博物馆 其实很多人没去过对不对 对 我们三位都没有去过 没有 可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孟孟她们非常的贴心 因为呢 立即从那边带了很多好吃的米制品 今天也请志豪在棚内 跟我们一起品尝一下好不好 对 看起来就很厉害 对 还有这个糙米方快酥 还有这个糙米卷 对 然后还有这个玄米抹茶 你试试看 然后跟我们聊一下 好 口感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真的 其实大家很养生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这个 饮食上的观念 都会觉得说 不要太精致的米制品 所以像今天我们吃的这个 糙米的米制品 感觉怎么样 因为今天时间还蛮早 第一个都飘到芥末里有点辣 中奖 我立刻手放下来 它是芥末口味的方快酥 是不是 很好吃 然后我刚刚他们还有给我这个 玄米抹茶 既然你说的那个芥末 我喝看看 好 其实里面也有芥末 没有 是抹茶 抹茶 还不错 有阻觉的感觉 对不对 咀嚼一下 好 我们刚刚吃完美食之后呢 我们其实也要问一下 古物 米 还有稻 这三个字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哪些不一样 为什么 我们就感觉稻米啊 稻穀啊 都觉得好像应该是可以 互相来通用的 可是他们其实还有些不一样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 米是剥开之后里面那个是米 那外面那个是壳嘛 那种出来的叫道理 这讲得还 好像跟真正的这个答案 有一些些道理 因为上次上了国蜜汉字须之后 我觉得我智商有增高一点 是不是 有做功课 那我们这边来连连看 立刻来连连看 就像你刚刚讲的 去掉皮壳的种子就是 米 对不对 对 那他说这里命名与 老师这个是冲 冲导有关 感觉是一个动作是不是 导秘的动作 对 往那边看好像春导 冲 对啊 你觉得呢 哪一个 哪一个是道呢 还是米 还是谷 它的命名 是跟道理这个动作有关系 应该是道 应该是这个道 是不是 对 那再来 他说 粮食作物的总称应该是 骨 骨 对不对 对啊 我也经常听到的时候 白骨啊 五骨啊 对 你说五骨交得到 五骨迷 就会觉得好像很多种 对 养生的感觉 对 粮食作物的总称 感觉应该是骨 我也觉得蛮像的 那凤禄呢 凤禄啊 就是古人说的薪水 对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薪水 你觉得应该是 薪水 哪一个字跟凤禄有关系 应该是道吧 应该是道 因为觉得直接就发道迷的 对 好 老师 前面三个多对 只有凤禄的话 应该是连鼓 是鼓哦 是鼓 对 是 对 凤禄是鼓 所以错一个 不错啊 还有75分 75分耶 还不错 不过但是呢 老师 说实在的 刚刚我们很有疑问的就是 为什么道会跟这个 道明的动作有关系 反而不是其他两个字 所以在这边 我们好好认识一下 既然经常我们看起来 都觉得他们三个字 根本是通用的字 但其实他们有些不一样 对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鼓这个字 那鼓大家都知道是 它意思本来就是指 这个粮食作物的种称 这有一句话叫做 所谓的白鼓或五鼓 五鼓 五鼓 有 真的有 对 这种粮食作物的种称 那说文也是这么讲 说文说什么叫鼓呢 鼓就是这个白鼓的种名 然后分析为虫和 上面就是读咒壳 就是这个去掉的时候 上面这个读咒壳 虫和 壳生 是 那孟子他就提到说 说如果你不为龙食的话呢 你鼓的话是吃不完的 什么时候应该播种 什么时候不应该播种 不可以违背那个时机 如果你都做到的话 这鼓是永远吃不完的 不可生死也 就会丰收了 就会丰收 对 然后因为古代 它这个丰路是以什么 是以鼓当作你的丰路 鼓当作丰路 所以鼓的话 它可以当作丰路的意思 就刚才的那个 对 也是 对 然后我们看了 世金小耳的天保边提到说 他说这个天保定耳 然后这个壁就是死的意思 使你怎么样呢 使你减骨 减骨 对 减的话是腐的意思 然后这个骨的话就是鹿的意思 就是老天保佑你 然后让你怎么样 让你有福气 然后又有鹿这样 腐跟鹿都有了 就所谓的减骨 也对啦 而且穀物因为有很多嘛 所以不一定是送你稻米 也可能是送你其他的胚芽 或者是其他的权蜜 就是 因为它白骨的种 都是统称嘛 对 然后因为骨的话可以拿来吃嘛 所以它有所谓的 养或养育的意思 这我可以理解的 是 那战国社提到说呢 他说这个军王怎么样 乃布令 布令就是发布命令 发布命令怎么样呢 去看百姓里面 如果有那些比较这个饥寒的人 就怎么样 就我们就养育它 乃布令求百姓之既然者 收骨之 那这个骨就是养的意思 对 只要人民吃不饱了 我们就养育它这样 好 那养完之后的话 你就会长大生存嘛 是 所以它有所谓的生存 跟生长的意思 那这个话非常有意思 至今王峰大臣 大臣提到说 说骨则异事 死则同穴 这个一般是指说 这个夫妻或是情人之间 就是我活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一出生不是在一起的嘛 但希望我们死则都可以在一起 好浪漫 真的 所以叫骨则异事 死则同穴 这个骨就是活着的意思 活着的时候 所以它说生则异事而居 死则同穴而战 然后它有这种美好的意思 美善的 比如说古代君子 他们自身叫不骨 不骨就指不善 它自我牵称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道这个字 道这个字的话 它分析当然是一个形成字 分析为从何咬身 那我们想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做道 这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因为道的来源它跟怎么样 就是米的话 你要经过一个岛的过程 或是一个践踏的过程 它才会产生里面那个米嘛 对吧 那因为这个过程的话 它以这个过程来命名这种作物 它会叫做道 因为这个道跟这个岛 生意非常的接近嘛 道 是这个道理 然后道这个东西在古代是很珍贵的 因为不容易吃到 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明 道的话它是水道 这大家都知道嘛 它是古代贵族所吃的 一般民众是吃不到的 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因为当时这个黄河流域 它是不适合大面积种植水道 也就是它产量是很少的 很珍贵 很珍贵的 所以它这个种植的范围 它就比较窄一点 而且它这个好吃 比别的穀更加好吃 所以它就非常的珍贵 空子他讲过句话 他说怎么样啊 说有些人怎么样 他们是食乎道 义乎井 就是说吃的话是吃穀物 穿的话是穿好的衣服 你看 那一定有钱人 是啊 你看 他把这个道跟这个井 摆在一起 井的话就是很好的衣服 那这就可以证明说道的话 在古代是非常珍贵的 对 他才会这么讲 贵族 是啊 所以这个所谓的食道义井 是比喻什么 比喻说这种贵族奢侈的生活 食道义井 对 古代很珍贵 吃到白米 现在的人就觉得 每天三餐就是白米 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什么特别的 古代原来那么珍贵 是... 然后再来我们看它米这个字 米的话本来这么写 就是这六点就代表 米粒的意思 看起来好多喔 是啊 然后中间这个的话 它有两个说法 一说就是那个塞子 比如说米 我们要塞一塞 它才会掉出来 去无存情 另外一个是说 这个叫它那个 倒梗 也像啊 就这样横着看 是...两个说法都可以 不然我们就把这边 把它连起来之后 就变成我们现在米的鞋吧 它怎么变来的 然后米的话 刚刚至少讲的是对的 指什么呢 只去掉壳之后的那个米粒 对 完全正确 那说文说米的话 就是这个素食 像盒食之行 素食就是盒食 就反正盗壳的果实嘛 好 然后顺利那这个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呢 如果说这个倒壳 已经冲过之后的话 叫做米 如果还没冲的话 叫做素 那就说 翻译白话就是说呢 如果没有脱壳之行的话 叫做素 脱壳之后的话叫做米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喔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花生啊 如果去壳之后 那个叫花生米 对 就是这个道理 没错 反正米的话都可以指那种 已经脱完壳了 是这个道理 是 赤裸裸的那个果实就是米了 就是 然后它可以指一种 如果你是一粒的 一粒的话 长得跟米的话 就可以叫做米 比如像虾米 虾米就是一粒小小的 是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常常有一句话叫做 开门七件事 对 柴米油盐酱素茶 是 那可以证明说 我们这个华人对米 是非常重视它的 所以才把它列为 开门的七件事其中一件 对 对啊 真的我们经常一睁开眼睛 尤其是过去在南部 很多人因为要 可能要耕作 所以需要体力 早餐一定要吃饭 对 现在孩子可能吃面包 但是其实他们真的 饭对于他们来讲 真的很重要 最重要的主食 对 你自己呢 你自己不会吗 最重要的主食 还是你比较喜欢吃面 还是喜欢吃面包 其实我有得吃就好了 真的 对 这样也不错 还蛮好养的 对 至少我们现在认识了米 还有稻 还有骨之后 将来吃饭的时候就知道 没有 将来吃饭的时候 原来我是贵族的二代 就会觉得怀着感恩的心 对 对不对 因为过去要烧白米 不是这么容易 我们现在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认识了米 还有稻 还有骨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请一间老师 带我们进入 汉字及石头 大家好 我是一家老师 我们常在新闻报导中看到 连日来的豪雨 让山坡上的土石松动 情况极极可危 这个极极应该写成极 还是极呢 正确是这个极字 极极可危 是形容非常危险 极极是形容危险的样子 也可以当作高峻或是急切的意思 极则是快速的意思 所以如果要形容非常危险 要写成极极可危 才是正确的哦 看到这些天灾 总会让人觉得心情沉甸甸的 这个垫应该写成垫还是垫呢 答案是这个垫字 沉垫垫是形容心情沉重 或物体分量重的意思 例如沉垫垫的书包 我的心情沉垫垫的 这个垫是指沉浸或淤积的意思 所以要写成沉垫垫才是对的哦 极极可危 沉垫垫 这两个词大家都学会了吗 所以我要问你 你知道才艺的珍惜怎么说呢 你有没有看过这两个字呢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两个字哦 真的是非常有趣 分别呢 就是有这个出口进口买卖 贩卖米的意思 可是其实啊 说实在话 这两个字呢 它的由来 它的造字 其实也大有来头 在这间米观光工厂里 除了可以吃到一些米制产品之外 更重要的是 许许多多跟米有关的知识 让所有游客透过资讯了解到 原来我们简简单单吃的一碗饭 背后有多少人辛苦的付出 当然也有很多跟米有关 有趣的小知识哦 准备好了吗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可爱哦 佳德 其实你知道吗 我其实是个饭桶 我原本就想问你 你对米有多少的理解 你知道吗 我们外国人想到米 就想到什么呢 Asia 就是亚洲 所以我们觉得说 米跟亚洲人有一个很 紧密的连结 对 而且其实像我 为什么说我是饭桶 因为我就是 从小就好爱吃米饭哦 所以啊 其实你看这间房间里面 他就有讲很多煮饭的小朋友 你叫比例啦 然后我们可以吃粥 或者是吃什么样子的方式 但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 我们后面的这道墙 他说千百个辛苦 一碗饭不只是一碗饭哦 一碗饭其实有十七口 每一口饭呢 又有两百五十颗米 所以请问一碗饭总共有几粒米 我知道 四千 是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四千两百五十粒白米 其实这是要告诉我们 一碗饭里面的 居然有四千多粒的米 代表粒粒皆辛苦 我们其实要好好的来珍惜 对 因为其实我先说一句话 这个米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营养的来源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 放过几粒当然 是这样重要 你刚才说得没错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 所以我要问你 你知道台语的珍惜怎么说呢 大家好 我是阿土 让阿土来教大家吧 珍惜的台语要念作丁秀 例如 那条的丁秀 我们两人的感情 同时 我们也可以念作 包秀 例如 这个银仔 金包秀 银仔布老侯爷送品 这样大家都会念了吗 看完这些 跟米有关的知识 接下来 观光光厂米 我最期待的 当然还是 他们米制的产品咯 你看看 这掌食区 我好兴奋哦 原来米 除了煮成饭呢 还可以做成这么多东西 以前我都不知道 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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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 我发现了这个 黄黄 要 你有没有看过这两个字呢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两个字 真的是非常有趣 左边这个字呢 左上角有出 它叫做跳 跳 是卖你的意思 另外一个字呢 左上角是个入 它是买米的意思 发音是 所以一个是 跳 一个是 敌 分别呢就是有这个 出口 进口 买卖 贩卖米的意思 可是其实啊 说实在话 这两个字呢 它的由来 它的造字 其实也大有来头 我们直接请苏老师 为我们解答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不错耶 因为呢 完全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稻米真的得来不易 所以为什么我们过去经常说 莉莉皆辛苦 莉莉皆真的很辛苦 对啊 你看一碗 我们平常吃一碗饭 就觉得稀松平常 还真的没有一颗一颗顶过 以前小时候阿嬷都会说 你那个饭 碗里面的饭一定要吃完 你知道农夫种米有多辛苦 很辛苦 对 小朋友都会偷贼 吃不下 还有一堆 阿嬷就喜欢用汤匙把它刮干净 比你要吃完 对 我妈也经常这样讲 所以我现在也跟小朋友讲说 你一定要吃干净 因为农夫很辛苦 那有时候他们还是听不进去 我就会说 我告诉你长大就是 鸡娘娘什么 串娘娘 有没有听过 就是你以后你的老公老婆 脸上很多痘痘 这一招就会中 真的 所以好不好 很多爸爸可以弄一下 不要浪费食物 对 然后呢 刚刚其实在博物馆里面有这个字 我刚自己在白板写的时候 我觉得好难写 完全可以找到就是 我刚刚有私下问老师 他说这个偏旁是笛 然后呢在旁边有出米入米 好有趣喔 就是米有出有入 觉得出入有什么意思呢 那远看好像八个字 对啊 很多对不对 对啊 然后就重点是我觉得他们都有米 然后有底 那就是出跟入不一样 对 也许他们应该这个出跟入有 有什么关系在 有不一样的意思 是什么买卖的关系 还是说丰收啊 然后你就可以交易啊 我不知道我们想的 其实是这样 但是说真的 平常没有看过几个字 对 比较少用 所以老师深入介绍一下 是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读作跳 当然现在这个字 比较少用 但是它这个字造的 其实造得非常好 对 它的本意就是 我们先看这个分析 它左边是这么写 粗米就只把米卖出去 真的是吗 很好吃 粗米 就卖出去 然后右边的话是读作笛 笛笛笛笛 它是一种出售谷物的意思 卖笛笛 就卖谷物的意思 那其实这个字出现很早 这个现行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 我们看韩伯尔子提到说 他说韩伯尔的时候 这个鼠重 就鼠重的东西很贵 那就几乎都没看到 对 然后这个韩伯尔感到很奇怪 说怎么会这个情况 他都叫人下去 这个腹就是检查的意思 检查这个骨仓 结果怎么样 这个守骨仓的人 他们果然是窃到这个鼠重 对 然后自己偷偷拿去卖 所以才要造成说 怎么东西变这么少 因为他自己把它 按钢起来 然后拿去卖 对 所以人品当然就没得吃 是 对 是这个情况 那这个副的话就是 这个仔细检查的意思 好 然后我们再看唐朝这个念仪中的一个 一个诗叫永田家 提到说 他说二月卖新诗 五月跳新骨 你看他把这个跳跟卖摆在一起 是互相对照 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卖的意思 卖 对 其实很好记忆 你看粗米 是把它卖出去 卖出去 售粗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字如果简成简化字的话 是只有写左边 等于把笔给去掉 对 然后米南语的话读作 跳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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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英文 跳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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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记 对 跳蜜 然后古代有一个词的话 叫做这个平跳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古代如果遇到荒年的时候 这时候的这个米 不是会价格会变得很高 是 是 是 因为产量变少了 变得很高 然后这个官府的官员 为了平衡这个物价 就把它里面 官厂里面的一些米 把它用以平价的价格 把它卖出去 这个叫做这个平跳 是 让人民买的 这个米配比较便宜 会买的太贵的 对 平价一点这样 对对对 可以有种平衡物价的感觉 然后我们下一个读作底 它叫鹿米 就把米买进来 买进来 分析为这样 然后笛声 动词 当然是买入谷物的意思 跟它刚好完全相伴 对 那这个字也很少就有 你看左传提到说 说这个 28年冬天的时候 全国都饥荒 然后这个张孙城 他就告底于其 告底是古代一个词 我们下面会说 是 国语也提到说 他说如果一个国家 当时有激景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的这个清大夫 他就会跟这个别的国家告底 又有出现告底 它是古代的一种制度 是 什么叫告底呢 就是说你跟别的国家 请求说我要给你买粮 买粮 那你要注意到说这个告 是请求的意思 是请求 你就很少见 对不对 对 其实很常见 比我们说告价 告价就是请价 对吧 是 告代就是请求贷款的意思 是 所以告减的请求很常见的 所以告底就是说 是请求买粮 就是我们国家没有粮食可以吃 饥荒了 我跟别的国家买一下 买一下 对 互相帮忙 对 这个叫告底 是 然后这个闽南语 它可以读做这个 对 对 对 就是买进来 对 对 那古代通话有一个词 叫做平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这个官府 它丰收的时候 对 那这个时候它不是可以多买进来 是 以储备起来 对吧 丰收的时候 它就以平价的购买这个储藏起来 等待你荒原的时候 你就把它卖出去 来平稳市价 所以叫做平底 是 所以平底跟平底两个是 刚好相对的 对 相对 是 对 然后跟他介绍一个俗语 这个俗语很有意思 他说 这个买马也所敌料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买的马的话 你一定要拿草肉来喂它 是 比喻什么呢 比喻说你如果娶太太的时候 你一定要养它 那这个比较少见 这个是建于这个原草的一个 叫做余桥记里面 传出来的 对 它说巧言不如直到 买马也所敌料 就是娶完太太之后 你要养活它 这好适合贴在家里 当一副婚联一样是不是 我一定把它盖起 原来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刚刚想到我们刚刚说 跳迪 我们讲到出跟入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就是说呢 我们有买卖的意思 买卖 对 当然 其实对于农夫来讲 这真的很重要 你也有 你丰收了之后 你就有买 别人给你买 你才卖得出去 但是呢我就想知道 出入 这两个字 我也想知道 出入是 不光是出门回家 应该这两个字 也有一些蛮深刻的意境吧 对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先看出这个字 它本来这么写 上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脚 这我们节目以前讲过 我们的脚 脚 对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就是 古代的洞穴 古代以前一般都认为 它们是穴肌 那这个表示什么 这个脚往外走 走出去的意思 走出去 拔出来是四项 对 叫拔出来出 有耶 拿出来的意思 然后后来这个一样是纸旁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纸 就比较相近了 然后下面是这个洞穴的形状 然后变成这样 然后后来再上下 一距远一点之后 就变成这样 这就是粗 那分析为从脂 从砍 那脂的话 我们讲过像脚掌的形状 像整个脚掌 那这个砍的话是洞穴 那因为古人一般 我们认为古人一般 都穴肌比较多 整个是表示什么 它从扇动里面走出来 所以它就有外出的意思 从它所做的地方走出来 然后我们讲一下出发 我们常讲出发出发 对啊 出发两个都有什么差别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一个就是说 它们都有什么意思呢 共有意思就是在说 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 往别的地方走 这可以理解嘛 对吧 那差别在于说呢 这个出发重点是什么 它是离开你所住的地方 然后往外走 所谓自内而外 那跟路是相对的 对 比如我们就叫做足不出户 就是说你不离开你家 对 宅男 对 宅男 那发是什么 发是刚好相反 它是从你所在的那个地方 走回你家 这个出就是说 是离开 你从你家离开 叫出出去 那发牢是从外面走回来 这个叫反 但其实他们是相反的 对啊 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做 后发先制 后发先制 对 就是他们的细微的差别 不然我一直以为出跟发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就出去啊 我们从哪里出发 就是说你如果不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不分嘛 对 如果说你一定要做细分的话 可是如果细分的话 其实两个字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而且是刚好相反 是是是 好 学起来 然后这个出的话 当然你可以指远行 但是它一般的用法的话 一般的用法不是指远行的 一般指近的 是近的 就是出个门 我出个门 说得非常好 我们不会说我们发个门 对 蛮怪的 是吧 那发就刚好相反 发的话一般是指远行的 就是说出的话 指这种距离比较近的 发拉巴就指距离比较远 这是他们第二个差别 那第三个就是说呢 我们知道出入两个 是刚好相反的 对啊 它的对象一般是指你的家 就以你家为范围 所以一般它距离就不会 就是不会太远 就像你刚才说出个门 这样 那如果说你 所以说如果在指远行的时候 就比较少用出 所以说如你提到说 说谁能出不游户 谁能够出门的时候 然后不进过门户 不可能 一定要从门户出入 对吧 那你看它说这个门户 就你们家 对 用出来表示它 是 然后你看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们看发 发的话它就指远行 或是派人远行 如果是去比较远的话 就用发 比如说我看庄子这个例子 它说这个浮渊蜀 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 这句子够远了吧 好远 从南海飞到北海 对 用发 是 然后因为这种渊蜀 这种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 它所住的 所吃的都特别挑选 怎么样呢 如果不是梧桐的话 它不会停下来 不太认为梧桐是一种 非常高贵的一种树木 也是贵族的啦 非梧桐不止 非炼食不吃 非礼全不饮 好挑喔 很挑很挑 关蜀因为这东西很珍贵 它是一种鸾缝啊 难怪 很珍贵的鸟 它吃的东西 高贵的 是 那什么叫链食 链食一般我们认为就是竹食 竹子的果食 这东西也是比较少见 然后鲤泉的话指所谓的甘泉 都是一种比较好的食物 是 然后再来我们最后讲一个鹿 鹿本来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 跟我们现在写的字体其实差不多 对 其实它这边写的比较长一点 我们现在没有写这么长 对 那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因为写得太简单了 对 对 这有什么意思 那一种说法就是说 表示一种指示的符号 指示它所走的方向 比如说请往前走 对 像个箭头 对 就是表示一个指示符号 对 像一个箭头的东西 用指出说你往里面走的意思 请往里面走 那我们看它几个用法 第一个多路大家都知道 是 是指进路 对象或是指住所 对 因为刚刚我们讲过说出跟路 对 地方都指你所住的地方 对 门户加门 所以孟子里面有句话说 三过家门而五路 你看 你家用路来形容它 是 是 然后这个情况也一样 李静体他说 说路静而问静 路国而问俗 路门而问慧 就是说 你来到人家的国家 你就问什么 人家国家有没有什么禁忌 对 你看路静 相当于一个家的一种意思 是 路过来到人家国家怎么样 你就问一下人家 有什么特殊的习俗 要接受 是 然后来到人家家里怎么样 有没有特殊的忌讳 对 那你看这种路静 路过路门 都有一种回到家的一种感觉 是 都用路来表示它 是 对 你看因为这两个字 我们讨论的出入 在这边算是买卖 但其实出跟入 它都有一种 从家门出发或回来的意思 没错 这样就多认识了这两个字 对不对 就比较深刻 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些字之后 我们还要再带志豪来认识一下 论语 论语小时候我们都听过 听过 而且其实论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时候 对我们来说 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启示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日再论语》 大家好 我是齐立峰老师 今天要和各位介绍 《论语言渊篇》的故事 《纵公问人》 只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忌》 《己所不欲于勿施于人》 《在邦无愿》 《在家无愿》 这一段是在讲说 孔子的好几个弟子 都像孔子问过人这个字 事实上我们也将人 称为孔子学说的本体论 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理论 其实人在古文的本意中 指的是果人或者是何人 那样的事物 就是像苹果或核桃最中心的那枚果核 这就是所谓的人 而这个人的概念 可以说是孔子 毕生要推动的一个理念 在这一则中 孔子告诉仲公 人就是一种同理心 如果上位者可以用同理心 来管理人民百姓 自己不愿意的行为 不要加租在他人身上 这就是人 儒家思想强调透过同理心 揣摩他人的感受 之前网路讨论 搭火车是否该让座时 我在脸书看到一段话 让座给年长的人 就等于是让座给未来的自己 只有从自己的角度去推挤其人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欲语不欲 而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人 最核心的意义 这让大家了解了吗 他提到均匀这两个字 那某某你知道台语怎么说吗 压这个工作呢 刚刚说手工嘛 对 里面上有手 有温度 可是其实它上面是什么呢 讨厌的厌 下面是这个部分 手 手部到底在哪儿 今天的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一间 位于彰化的甜点店 说到这间甜点店 在网路上名气可不小呢 难得今天有机会来参观 我也要来试试看 好好学习一下 其实呢 来到彰化的北斗小镇 有一个创意甜点 是无人不小 风靡全台的 没错 而且听说 跟我们两个一样 是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它呢 就是 乳酪卷 那怎么说跟我们是一样的呢 应该是说 乳酪代表我们西方人 然后呢 乳酪 就是我们台湾的乳酪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中西 西合并 没错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请陈大姐 陈大姐 你好 你好 我是不是可以请你来教我们 要如何制作这个乳酪卷 可以 那我们制作的过程 首先我们就是要有乳酪卷 那乳酪卷的话 我们就是一人也先拿一片 好的 好松软喔 是 是 放在中间 大概放在三分之二的位置 三分之二的位置 好 对 那我们把麻吉葵 由后 往前 对 好 对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 麻吉乳酪卷 完畅吗 对 其实呢 做法是简单的 对不对 这就代表其实它的 厉害之处在原物料 那麻吉葵 它一定有经过特别的处理 让它特别的松软 Q弹 但是我满好奇的是 这个乳酪的馅料 这是怎么制作的呢 这个乳酪体的馅料的话 首先我们就是用蛋白 跟蛋黄 以及乳酪用机器均匀的搅拌 在一起 先用机器均匀的搅拌 对 搅拌要非常非常地均匀 所以才有办法整个乳酪体 是非常地均匀 非常地匀 不过 刚刚陈小姐她提到均匀这两个字 那萌萌你知道台语怎么说吗 陈大姐 你知道台语的均匀要怎么说吗 台语我不太清楚 那英文呢 A 这个A piece of cake 就是 Even E-V-E-N 看来呢 均匀的英文我们会 但是台语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 嘿嘿 阿图我又来了 均匀的台语念作交文 例如 才要发现交文 交文也可以解释成 动作顺畅不中断 例如 好嘴很交文 这样大家都记起来了吗 刚刚在做的时候呢 是 就很期待可以亲自品尝到 我们的麻糬乳酪卷 那现在呢 就在我们的眼前 我真的还蛮期待 我们先请陈大姐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对 这边是有什么口味 这个本身白色的乳酪体 这个的话 是我们的原味乳酪卷 那咖啡色的这个乳酪体的话 是我们的巧克力乳酪卷 有没有发现冰冰凉凉 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来吃 而且呢 其实它咬下去真的是很明显 有生冷口感 你先咬到那个软软QQ的皮 它会有点残牙 然后呢 就吃到那层饼干 对 然后饼干就是 好酥脆喔 接下来下面的那个馅料 这个馅料就是那个乳酪蟹 对不对 是 有一种冰淇淋的感觉 没错 而且基本上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西方人 这么的爱吃乳酪蛋糕呢 因为它有一种层次感 咸咸甜甜 而是那个饼干 那个饼皮是最好吃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乳酪的饼干 还有下面的那个馅料的部分 为什么它可以吃起来这么的 口感这么的滑水 是因为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 在饼干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把它压得非常地扎实 非常地均匀 那再附走了乳酪体 把它一起送到烤箱 那制作完后我们再用滑水龟 把它整个乳酪底包起来 难怪我在咬到那个饼干的时候 真的觉得特别的扎实 其实就是因为我特别压过 对 我们都是用手工的 手工喔 对 我们都是用手工去压的 现在很少了 大家都只有机器 所以用手工的去压制 难怪可以吃到这种独特的口感 对 不过我刚才听你们两位 一直讲压这个字呢 你有没有想过它里面 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你想压这个动作呢 像刚才说手工嘛 对 里面上跟手有关差 可是其实它上面是什么呢 下面是这个部分 手部到底在哪儿 可能这个鸭子呢 它的来源是别的地方 我们来请苏老师为我们解答 我们外景主持人好贤 还会包麻糬乳酪卷 我刚刚自己在看VCR的时候 就赶快趁控档 赶快投资档 你已经吃第三个了 真的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 有点咸咸甜点 因为外面麻糬 你可以边吃真的 你边吃 对 因为里面就是那个 像起司蛋糕那样的感觉 然后它也有那一层 就是酥酥脆脆的 所以感觉就很甜甜咸咸 吃了不会太让你觉得很腻 就像你刚才讲的 它有甜 有咸 中和在一块 最适合下午擦拭 对 因为有些人只吃麻糬 就觉得好像内餡会不会太甜 可是它把这个起司蛋糕 融合在里面 有那种起司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很羡慕 我们一直在吃 真的 老师 因为他待会儿要帮我们讲字 他怕他嘴巴会黏住 你们亮他一下 辛苦 来 那刚刚呢 外景主持人 在压这个乳酪卷的时候 他们就想到 压这个字 下面有个土 对 为什么上面有个土 而不是用手字旁呢 我想如果这样看起来 感觉因为土 因为够厚实 当垫底 给它压下去 所以 所以叫压 古代人可能都在地上压东西 对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一定往下压嘛 所以我来问你正确解释 好 我们刚刚75分算是不错了 它可以是复选题 好 正确解释 一 压的正确解释是 擱置不动 二 破境 三 疏通 四 讨厌 五 实 稳定 绝对不是讨厌 绝对不是讨厌 那应该是实 稳定 实 稳定 有 压住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擱置不动 擱置不动 就一跟五吗 还有二 一 二 五 是不是 擱置不动 破境 实 稳定 对 来 老师 志豪 这个回合 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 100分 老师 有毕业证书吗 太厉害了 因为其实不太好猜的原因 是我觉得五 OK 然后呢 擱置不动 因为压着他 可能就觉得会动 我突然有点感动 就是对得起 彰化的乡亲父老 对啊 老师 虽然说他全对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们还是想要知道一下 这个正确的解释 如何比较深入的来讲 压这个字 那这个字分析为 重吐厌生 是 讨厌厌 那这个意思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凡是你从上面 从上 然后将你的重量 或是你的力量 把它加于下面的话 这个叫做压 对 非常好懂 对 那比如说像压狂 或是泰山压底 对 就是他本来的意思 是 然后再来就是一种 比较抽象的用法 比如说你用武力 或是你用威势 怎么样来制止 或是驱策他人 这个也叫做压 对 比如说正压 或者说七压 对 这个也是压 然后这个 刚才这个破镜 这个也可以很好理解 比如说我们说大军压进 对 那就你靠近他了 压当然是靠近你的意思 对 逼迫你的 是啊 所以所谓的破镜 这完全可以理解 2就有了 是的 然后左撰成功使用提到说 说这个储臣 压进军而正 就是说这个储君 他们在早上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逼近 逼迫这个进军 然后摆开了正式 这个压的话 一定是这个破镜的意思 好 然后再还有超越的意思 超越某某之上 就距离其他事物之上 比如说马志远的青山的提到说 说你的文章啊 压胜过甲浪仙 然后诗篇的话 压过孟浩然 这个压就是胜 就是胜过的意思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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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赢过他 对 然后还有所谓的使情况稳定下来 你说压住他就稳定下来 对 控制住 比如说他刚吃药 然后把咳嗽压下来 然后有时候鸽子不动 因为压起来你就不动了 对 对吧 比如说鸡压公文 这个都可以理解 对 然后我们讲一下跟他 关系很近的叫做鸮压嘛 讲一下鸮这个节 对 鸮的话意思一样 就是所谓的鸭字跟鸭府 比如说鸮邪嘛 我们常说鸮压 那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不一样在于说 他还表示怎么样 用重力啊 让下面的东西可以 服服贴贴 服服贴贴 更服服贴贴 政府他 对 所以他有所谓安定的意思 安定的意思 比如说实际提到说 说鸮国家 府百姓嘛 你看鸮跟府摆在一起 府的话就是安抚你 让你服服贴贴的嘛 对 那正的意思跟他是一样的 就让这个国家很服服贴贴 很平安的意思 比鸭还要服贴贴 还要服贴 是的 是的 然后他也可以解释 正手 正手 正很常见 对 比如说三国治諸葛亮的坦理 评表提到说 对 说成当北出啊 遇得贫贫以正和中 正就是正手和中的意思 对 然后如果冥死的话 就很简单 就是鸭的东西嘛 对吧 用来这些东西 比如说像书正 对 是文正 嗯 然后可以指那种安定国政 因为我们刚刚说政 他有安定的意思 对 明史当然指什么 指说安定他的这种力量 对吧 安定国家的力量或是根本 国语提到说 服不忘公金是设计之正的 就说如果你不忘公金的话 那个就是安定设计的力量 是这样子 好 他还可以指所谓你以重的人 那就是所谓中间人物 中间分子 中间人物 很重要的 比如说蔡庸的这个胡宫碑 提到说 赫赫医工他是我们邦家之正 医工是我们邦家的这种中间人物 像所谓什么 正殿之宝 对 最重要的 对 是 然后这个用法我们其实很常用 它是一种地方的组织 就是地方正母香分的行政区域名称 它在县的下面 然后跟这个香分它是平行的 对 比如说斗篮镇或是极极镇 是 这样认识的镇跟鸭 还有没有疑问啊 志豪 吃的這個麻糬喔 麻糬呢 我們一般看到都有這個麻這個字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寫 就是會有 會勾勾的翹起來 有的會直直寫 我想說這看起來很像零 很像雙木零 那它到底是念零嗎 還是念什麼 這次... 剛剛很好奇這個字 他想要知道麻這裡頭 真的是零嗎 對啊 還是另外右邊 這樣的寫法才正確嗎 對... 這個其實很多人寫錯 好 一般人很習慣 就把它想要寫成一個... 那感覺很好寫 對啊 很順啊 其實目前不是 你看它源頭本來這麼寫 這個就是一種馬的植物 馬撐著它會蹦開來 這四點就是馬撐著之後 蹦開的樣子 非常的像形 對 中間這個是一個植物 它這個馬的這種作物 撐著它蹦開來 就蹦開成四點 就這麼寫 然後是一個的話 可以寫成兩個嗎 後來就這麼寫 就等於說把它拉平 這個拉平 然後上面這兩個 把它省略之後就變成這樣 是... 或是變成這樣子 都可以證明說呢 它裡面絕對不是... 不是那個木 不是雙木林 因為這裡完全不是連起來的嘛 連起來它才是木啊 所以寫成木或寫的點 當然都是不對的 是... 好 那這個是我們讀作派喔 它是馬的最早的寫法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像這種馬它成熟的時候 它蹦開的一種形狀 蹦開形狀 那如果把它寫兩遍的話 就是馬裡面所從的這個偏旁嘛 這種情況跟我們寫這種所謂的草 跟詩情況是一樣 就寫兩遍 對... 本來一個寫了兩個 對... 總之... 絕對不是零 好不好 所以在寫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我們的筆畫 因為太多人寫成零了 就像你剛剛講 對... 我真的覺得很清晰現在 我自己是現代人 不然以前我看到這些那個甲骨 我看不懂它在寫什麼 真的 翻譯都翻譯得出來 對... 所以我才說來漢字虛字 你才可以從古字 來找這個字的源頭 你就會很好記 因為它的馬就爆開的 爆開的馬 所以... 對... 再來是把上面兩點勝率 而且絕對不要連起來 對... 然後不要寫成木 不是零 所以以後我寫那個字 我會偏燒外面 對啊... 是不是... 這樣就很好記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今天在節目裡面 跟志豪在彰化裡頭 找了非常多字 沒錯... 之後回去彰化的時候 看到這些字的時候 我可以教這些鄉親父老 麻這個字不是這樣寫的 對... 好不好... 而且在彰化其實真的有很多的美食 還有很多的景點 沒錯... 謝謝今天兩位主持人 帶我們走了這麼多的地方 好不好... 下次志豪回去 再繼續好好的在彰化玩一玩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各位觀眾 跟我們一起到彰化來找字 我們節目最後也跟大家一起 複習一下我們今天學過的字 才不會忘記囉 國民和志豫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老師 謝謝志豪 謝謝... 金冷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